好 动荡的2014年各种起因于忧郁症还有躁郁症的犯罪已在发生 人心惶惶不安 因此南加玉山科技协会 特别联合南加州台大校友会 还有加州的台湾同乡林医会 以及空军子弟的学校旅美加校友会 来举办免费的医学讲座 特别青少年的忧郁症 以及我们中老年人的失智症 来做一个研究 讲演讲 特别对他如何防治 以及目前有什么样的医疗的药物来治疗 所以希望从心理及药物双管齐下 当然加上我们社会 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心 能够把忧郁症以及老年痴呆 来做一个控制 一方面希望能够唤起社会大众 对心理疾病的重视 同时也帮助更多的民众 得到专业又正确的指引 发挥对社会友谊的正能量 共同打造幸福和谐的华人社区